林队高举着牌子 后面游客赶紧跟上 就怕一不小心跟丢 游客开启度假模式 全都是为了他而来 知名的澎湖花火节 今年进入20周年 25号晚上盛大开幕 但却遇到疫情来搅局 但游客却说不用怕了 在看燕国小郭都有打满3G 大家都有打一招 应该还可以的 因为就是很早以前就安排的 除了戴口罩 然后就是随身去戴国金 在2020年花火节人潮破百万 但隔年因为新冠肺炎 游客人次腰斩只剩61万 而在今年开幕的前一天 游客就逼近一万人来到澎湖 预计观光人潮带来商机 但商家和澎湖在地人 却是两样情 每天看那个疫情 每天那么几千人几千人的 真的是分散太快 澎湖就想 然后医疗就够 客人都有来 其实差不多减少一两成 大家都打完三季 目前都是正常出发 为了降低游客聚集 带来的病毒传染 澎湖县府也祭出三大防疫措施 包括旅行团一人确诊 全院隔离 分散烟火观赏点 另外也在观音亭临近道路口 设置十联制管制站 活动场地有四个管制站 所以在管制站的周边 都有设置非常大的QR Code 请大家务必配合十联制 虽然规划好应变措施 但能不能抵抗 这传染力强大的Omicron 其实还是得靠游客的自律 才能让这围棋 长达两个月的花火节 不中断进行 307晚汪宛云 张慧明朋友采访报道